那你当时放弃幼教专业 专业学这个的 对吧 就说在观念相对来说保守的地区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不管是男孩女孩 家里肯定都是最乐意的 你投身到舞蹈这个领域当中 又不是科班出身的 就家里头就任由你 不支持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都很不支持 而且我家乡也不认可这个 我刚开始的时候 就把这个成人形体舞蹈 带到我的家乡 然后就开始教课 形体的话呢 就是针对于成人 他没有舞蹈基础 但是他想练习 想改善自己的身材 然后呢 有一套教程 课程体系 能够练出比如说 那个美背 然后脖子 然后 对 让我们的后背更加直 因为很多就是做办公室的白领 他们可能每天习惯弯腰驼背 通过形体的练习之后呢 能够把背板得更好看 然后让背更薄 然后成人舞蹈呢 就是在形体的基础上 有一些形体的基础了 成人舞蹈能够 因为它是没有说专业的要求 只要能跳出成品片段 有简单基本功就可以了 那一般普通人的话 要练多久能有一定效果呢 身体协调的话 可能三个月 如果更慢的话 一年会感觉好一些 那能让老师带着我们学学吗 可以啊 那您就选几位啊 这个一看身体形态就不太好 然后呢 也不太协调了 那我想请这面绿色衣服的老师 还有中间这个 正好三位老师一起可以吗 这三位老师 我再给你推荐一个 那个特别不协调容儿老师 把它给调整一下啊 他非常不协调 杨蓉和陈薇还有那谁吧 灵灵吧 来 有请 老师 来 我们一起把脚打开 为了幅度更大 我们把手先朝外 抬头 对 把下巴可往上抬一抬 拉伸我们的颈部 手臂放松 小腹收紧 好 把胸太抬一下 把胸向外 哎 推 这个动作有什么好处呢 推胸腰 好 收回 手肘夹在一起 非常棒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 胸腰拉伸了 上下 玲玲 你是投降了吗 再抬一抬 胯往左边顶了 手往上抬 旁腰得到拉伸了 胯也顶出去了 更加练出身体的线条 换方向 胯往右顶 对了 老师很棒 手往上抬高一点 我们加快尝试一下 五 六 七 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左右 左右 好 好了 老师 好 谢谢丹丹 也谢谢我们三位企业家 我有个质疑 这个跟我其实也密切相关 我就觉得您在整个教学的过程中 你一眼都没看您的学生 如果说他们动作哪做都不到位是会受伤的 而且你在说非常好非常棒 你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 你知道做成啥样你知道吗 我的膝盖就是练于架头伤到的 我特别记忆这个问题 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基础 我们可以就是说没有进阶 但是要安全 这是最主要的 好的 老师 我下次注意 来 我们问一下三位女企业家 先问问玲玲 感觉怎么样 伤到哪了吗 你先告诉我 现在还能参加后边录制吗 还能坚持下去吗 首先你说我投降了 我就不敢往下做了 你要对我心里进行一次创伤的辅导 第二个就是我希望老师都关注一下我 你确实你也不知道我到底做得好不好 对 这个是我最直观的感受 先说你好的地方 好的地方就是你的发音 然后你的动作自己都比较到位 然后面对镜头 面对学生都不怯场还蛮好的 然后发力的点也是对的 但是问题就像刚才说的 你是在教学 你需要让我们看到我们 你关注的点应该是学生 然后在你的整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刚才你会说 拉一下脖子呀 那我们专业的课一定会说 我们要提升你的天鹅颈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腰窝背窝 你的富贵包 但是在你的课程当中 我可能都没有听到这些相关的专业词汇 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在系统性的教学 这方面是应该你提升的 现在只是你自己会 但你不会教 我之前教学的时候呢 几乎也是手把手教 一对一指导 因为在课堂上就是可能没有现在这么紧张 就是会走到每个同学的身边 然后今天呢第一有点紧张 第二就是我好像有点害怕 看到几个老师气场挺强的 有点小自卑 但是你是老师啊 你不能自卑啊 对吧 他们是你的学员 你作为教练 不管他们气场有多强 在这间教室里 在模拟的教学里 你是老师 你应该是气场最强的 我觉得老师给我的建议非常好 这样的话能在我接下来的授课工作当中 我立刻能够改进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期望工作地点 报名表上写的是都行 是的 真都行吗 对 好 期望薪酬是多少 这个就是和我现在差不多就可以了 你现在是多少 一万块钱 十K 陈飞你觉得他这个期望薪酬 和他目前展示出的匹配吗 我说实话哈 在北上广深像您一样 这样的老师非常的多 甚至我们俱乐部的老师 他的课程是成系统的 在北京来说啊 一个俱乐部老师的 带着大家 二十到三十人沙龙练练是可以的 我觉得保底薪资 四千到五千是正常的 然后再加上提成 你带多少沙龙课 没接课有多少提成这样子 你需要根据企业家的建议 适度地调整你的期望薪酬吗 可以 你说一个你能接受的最低薪酬 五千以上就可以了 五K以上 好的